-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歡迎收看未來事件部,我是王志玉,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華興投過總經理,謝謝晚安,晚安跟晚安。 - 主持人,大家午安,大家新年快樂。 - 今天開紅盤,過9500。 - 是的,我應該上個禮拜,不是上禮拜,之前也是啦,預告說月線是紅燈,就是要做多的意思。 - 今天直接跳空開高,而且就過9500。 - 是的,95至尊嘛,那時候他92共識來95至尊,真的就來看到了。 - 只是今天有出現上影線。 - 今天不是上影線,是整支藏黑的。 - 最後是跌18點耶。 - 怎麼會這樣,不過個股呢,我應該挑出來的個股,雖然大家都說,怎麼都是一樣的。 - 但是一樣的都一直漲啊,今天雅德又開始漲了。 - 今天雅德,雅德,雅德,雅德跟紅K棒,輪漲,對,工業4.0。 - 工業4.0。 - 然後今天還被逸華虧,你曾經在節目當中介紹工業4.0。 - 我說逸華,不是曾經啦,everyday,每天在逸華節目當中,再怎麼講工業4.0。 - 講一樣的。 - 都講一樣的。 - 老師會太混啦。 - 不會啊,會漲就好啦。 - 基本上我要讓同學們了解這才有操作的邏輯,不是每天換來換去, 你總不可能把你老婆老公每天換換去吧,因為老公在那邊挖鼻子就把他換掉吧。 - 不是。 - 對嘛,你還是要繼續愛他嘛。 - 好啦,所以明天咧。 - 你直接問明天喔。 - 對啊。 - 那麼我個人覺得啦,這個行情我是看多。 - 可是問題明天應該還要持續震盪。 - 還是要持續震盪,因為沒有這麼容易上去。 -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 - 我請問各位,很多人看到今天這個黑黑棒,可能跟你講說這個行情又要崩盤了。 - 那我請問各位,如果這個行情要崩盤,今天你會看到亞德拉出一個紅黑棒嗎? - 你會看到玉金光在拉到一根漲停板嗎? - 所以說就個股上面結構還是非常友善的。 - 可是這邊要拆成兩個區塊,一個來自於行情的研判,一個來自於各國操作策略。 - 那我請問各位,今天可能很多人要欲哭無淚啊。 - 尤其11點10分,你們真的很大膽,你們真的很大膽喔。 - 我今天在逸華節目當中,幹嘛一直幫逸華,講逸華好話。 - 我在逸華節目當中,我預告主力心態他是空。 - 就11點10分,就是我們在連線的時候,拉出一根所謂的紅黑棒。 - 結果很多人告訴你的台幣大幅度的升值,外資大幅度的匯入,權力做多。 - 結果今天台北股市收在最低的低點債變。 - 基本上,我從上上個月,我在節目當中,我就一再苦口薄心跟大家報告。 - 你看喔,至於這麼樣的漂亮。 - 這麼樣的美麗。 - 可是你根本永遠不知道他已經年要45到... - 我覺得你講股票就好像講對我家來說。 - 沒有,重點是說你台語越來越冷。 - 但是重點就在於說會騙嘛。 - 尤其女孩子都會去爭嘛。 - 你要講片線的意思啊。 - 那你就講片線就好啊。 - 那我請問各位喔,這個片線,你有沒有從國立的1月3號新春開紅盤到今天為止, - 你有沒有感覺到每天都被騙。 - 那基本上你要怎麼樣say no to片線,很簡單又回到原點喔。 - 首先喔,我今天回來我很高興又見到我的可愛遙控器, - 為他變瘦又怕不見,因為我們指揮棒不見,像是可愛遙控器喔。 -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邏輯,你要了解人家主力作手用片線, - 那重點就在於說,你需要知道主力作手的方法。 - 你看這張字卡我講了100多年,都不太想講了。 - 我說主力作手操作... - 反而是用... - 來做散戶的一個所謂欺騙,不相信嗎? - 快速舉個例子好了,1月5號的時候是不是騙線,垂直即拉,垂直即殺, - 有多少人認為那是個飆飆準準的街頭反轉, - 就在短短三個交易日,台北股市大漲102點, -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破解線,很簡單, - 你要知道周線月線關鍵線,你需要知道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 當時1月5號我預告主力心態多,對不對? - 那同樣的來到1月9號,當1月5號告訴你多,你不敢多, - 就來到1月9號禮拜一的時候,台北股市啪啪啪啪啪,創下波段上面的新高, - 你才知道要多的時候,很抱歉,我有沒有預告主力心態是一個空, - 就主力心態多的時候,你不做多,主力心態空的時候,你拼命做多, - 就一口氣又往下跌了,將近有80點, - 一樣來到1月11號的時候,禮拜三的那一天, - 在美國股市的利多債變,其實最近這個行情,我奉勸各位, - 如果你沒有主力心態,你沒有辦法規劃,你在節目當中看易华的美就好了, - 你千萬不要隨便出手,否則今年你會輸更多啊, - 就像很多人說易华,不是易华,不好意思啦,至於啦,我都回去了啦, - 那罰你送大家一個股票? - 送大家一個股票,那乾脆等於送大家股票, - 你又要講雅德? - 沒有,那就把雅,雅德,林華還有尚營都OK啊, - 對,都OK啊,那我覺得雅德如果明天有回, - 不要追喔,雅德你免敢追,反正我今天也講得很清楚, - 工業四點股票是很難的,都一支就消失了, - 這樣? - 對,一支就消失了,那如果明天雅德, - 老師,雅德我研究基本面研究出來了,火車走了, - 你才要去拉籃桿已經來不及了,那為什麼跟易华、 - 跟志玉有關係,一點關係都沒有,我還是接一件事情, - 我們在上次的節目當中,我有講過,我說金雞年, - 志玉你知道,雞的智商比嬰兒還高, - 真的喔? - 你們講完之後,大家不敢吃雞了, - 你真的有空你去查一下圍金百科, - 雞他懂得一個雞笛, - 雞笛是他最重要的重點,還有舉例, - 黃鼠狼衝過來,要跟雞拜年嘛, - 對啊,問題大家都知道, - 不知道那這幫什麼事你知道嗎? - 被其他雞趕出去,餵黃鼠狼, - 是喔? - 對,他們的智商很高, - 其他的智商很高,就像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 - 雞是站在樹上,沒人相信, - 真的,你問一下你的阿公阿嬤, - 或你爸爸媽媽都知道, - 他們為了生存,所以說他們站在樹上, - 那麼這是為什麼,你們覺得這個雞年喔, - 從國力到現階段操作難度很高, - 就要舉例,1月11號的時候, - 那時候是美國股市大漲喔, - 台北股市天空開高, - 可是因為星太空,所以開高走低, - 收在最低的低點,好, - 就1月11號的那一天, - 每一個投顧老師都跟你講, - 任何反彈都是一個所謂空點, - 結果來1月12號,你又看到紅海的一個所謂利空, - 你會想要放空, - 你會想要放空, - 可是問題當你在放空的時候, - 我卻告訴我的會員多,為什麼多? - 因為很簡單,星太空的時候, - 開高果然走低, - 星太油空轉多的時候, - 你有沒有看到1月12號, - 台北股市收在最高高點, - 再來一遍, - 結果來到1月16號的時候, - 也都是一模一樣,看清楚喔, - 1月16號的時候, - 結果開低,可是問題開低走高, - 開低走低,不知道嘛, - 拔杯比較快, - 可是問題當我擁有主力心態, - 我有辦法我在1月16號, - 我告訴我的會員空, - 只有當天收在最低的一個所謂低點, - 而這一切的種種, - 我都有在三立財經台盤中連線節目當中, - 先去跟大家做預告, - 結果在16號的那一天, - 你看到台北股市從頭一路殺到尾, - 那麼很多人又後知後覺, - 告訴你任何反彈都是空點的時候, - 很抱歉,在1月17號的時候, - 我反而告訴我的會員多, - 在一邊喔, - 16號的時候, - 因為主力心態, - 它是一個所謂空, - 所以台北股市收在最低的一個所謂低點, - 這是為什麼我剛跟大家報告過, - 如果你的軟體沒有配備主力心態, - 我建議你盤中觀望就好了, - 結果來到1月17號, - 當心態由空轉為一個所謂多, - 結果台北股市當天有沒有收在一個所謂最高的一個所謂高點, - 那麼你當然可以後知後覺, - 看到外資, - 而尤其在1月中那一段, - 你有沒有看到外資每天被巴來巴去, - 看到漲的時候他就買, - 看到跌的時候他就賣, - 然後把大家玩得人壓馬翻, - 可是如果當你能夠擁有主力心態, - 你能不能跟主力作手同步, - 你能不能夠領先外資知道它的一個所謂邏輯, - 所以這是為什麼, - 我也在跟你講強調的, - 我的操作策略, - 我的操作邏輯, - 絕對可以讓你做不斷的一個所謂驗證, - 那如果你從盤後, - 就好像在崩關的那一天, - 我們在節目當中就跟大家預告, - 9333, - 125.65, - 我都會背了嘛, - 9333, - 阿收大雨, - 所以包括日線, - 包括週線, - 包括月線, - 全部都是紅燈, - 這叫做盤後的一個所謂的預告, - 那麼什麼叫盤中的證據, - 你每天看三立財經台盤中的連線節目, - 就像今天, - 如果你知道主力心態是空, - 你會跑去做多久, - 尾盤受不了, - 又停損在一個地板嗎? - 所以說, - 如果你了解主力作手的操作邏輯, - 你也欣賞我們的一個操作策略, - 你也得到全方位的驗證, - 還是老話一句, - 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 怎麼講呢? - 很簡單,快速舉例, - 來到了1月18號的時候, -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 當天先講清楚喔, - 那是因為主力心太空, - 所以當天外資一口氣賣了8000多口, - 至於啊, - 看到外資一口氣賣了8376口, - 是不是大家看圖說不是, - 告訴你這個行情就是要崩盤了, - 結果在上上個禮拜四9點56分, - 我跟你預告多, - 上上個禮拜五1月20號9點35分, - 當他往下回測的時候, - 麻煩你去問我的會員, - 我一樣告訴我的會員心太多, - 而心太多的一個所謂成果, - 我有沒有在上上個禮拜五, - 三立財經台11點03分, - 22秒的時候預告心太多, - 看清楚喔, - 這一根黑黑棒垂直殺下去, - 你不覺得很厲害嗎? - 這根垂直殺的時候, - 心太既然會由空轉多, - 等同於心太空, - 導致於這一根垂直殺, - 可是當心太由空轉多, - 禮拜四心太多, - 禮拜五心太還是一個標標準的多, - 禮拜一心太, - 也就封關前倒數最後兩個交易日, - 禮拜一還是心太多, - 一直到農曆封關的那一天, - 我有沒有跟大家遇到主力心太還是多, - 甚至連週限月限關鍵價, - 我都講得很清楚, - 講得非常非常明白, - 只是為什麼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 不相信,來看今天喔, - 今天早上起床, - 你看到什麼? - 基本上今天所有的人, - 開始跟你做個綜合版, - 什麼綜合版? - 開始跟你分析說, - 台灣農曆休士那幾天, - 美國漲幾點, - 美國跌了幾點, - 結果大家都告訴你, - 台積電ADR大漲2% - 大家都告訴你, - 廢半指數啊, - 在農曆封關的時候, - 總共漲的將近有3%到5% - 讓你以為台北股市今天就是要開高, - 走高,收最高啊, - 甚至, - 如果你在開函前, - 有看特定的財經媒體, - 他還告訴你, - 不排除今天漲150點到200點, - 配合台幣升值, - 是不是要全力多, - 再一遍喔, - 上上禮拜五心太多, - 沒問題, - 只有上個禮拜一心太多, - 也沒問題, - 來到上個禮拜二之後, - 心太還是多, - 老師,我知道了, - 因為心太變短, - 不是這樣子, - 因為要農曆封關了, - 所以心太多也沒問題, - 可是今天開盤, - 你有沒有看到, - 心太它是從紅色轉為一個所謂的綠色, - 好, - 那你知道, - 人家主力作手, - 在落跑, - 那我請問各位, - 那你能不能拿出正確的動作, - 能不能在農曆新春開紅盤, - 第一天馬上贏取這個聖戰, - 那這件事情, - 麻煩你都可以去問我的一個所謂會員, - 今天更精彩, - 看清楚喔, - 今天開盤之後, - 先往下擊殺, - 再往上擊拉, - 再往上擊拉, - 就往下擊殺, - 再往上擊拉, - 那時候一擊拉的時候, - 很多人告訴你, - 形成不合適的頭肩頂, - 結果呢, - 在9點22分的時候, - 我告訴我的會員, - 心太它是個標標準準的空, - 結果一口氣, - 有沒有往下跌了將近有90點, - 再一遍, - 為什麼你需要在第一時間, - 擁有主力心太, - 很簡單, - 你從治癒的外表, - 你並沒有辦法去判斷他實際的年齡, -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治癒, - 我以為他二十幾歲而已, - 你知道嗎? - 你講股票就好, - 對, - 那等同於女人的外表, - 它是很容易形成片線, - 就像我請問各位, - 這我把今天11點10分的證據保留起來, - 我請問大家, - 如果我沒有, - 我講實話, - 我真的講實話, - 如果我沒有主力心態, - 11點10分這個拉起來的時候, - 我真的以為台北股市要往上攻堅了, - 可是當我擁有一個主力心態, - 我知道人家主力作手拉起來, - 你不能等到收盤的時候, - 你告訴我那再又多, - 我會告訴你那叫看圖說故事, - 這叫盤中的一個所謂證據, - 11點10分的時候我們想空都空不到, - 你還在跑去多, - 結果尾盤有沒有收在最低的一個所謂低點, - 所以說全方位360真的差一天, - 差得非常非常多, - 那全方位360除了要給大家吃魚之外, - 更重要要教大家釣魚技巧, - 我希望你能夠利用我們全方位360, - 一並了解主力作手的操作思維, - 說老師啊, - 我再多等一個月, - 我再多等半年不行嗎? - 不行, - 如果你要多等一個月, - 多等半年, - 我請問各位, - 你就不要再做了, - 那我請問大家, - 今天台北股市先往下擊殺, - 只有11點10分拉起來, - 然後尾盤收在最低低點, - 我請問大家, - 難道是主力作手亂做的嗎? - 不是的, - 為什麼你要學習主力作手的操作思維? - 因為今天主力作手之所以能成為主力作手, - 之所以有用不完的財富, - 他們最大的利益點在於哪裡? - 他們懂得一個所謂事前的規劃, - 絕對不是像外面你所講的啦, - 我隨便去買一套軟體啊, - 沒有主力心態軟體, - 然後每天買最低, - 每天空最高, -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 如果有這種軟體, - 天底下他不會有窮人啊, - 那今天我們為什麼能做十拿九穩? - 因為很簡單, - 我懂得一個所謂極細部的規劃, - 來看清楚喔, - 那麼規劃的好處, - 它就是有辦法讓你做到one stay ahead的預測, - 看清楚, - 這個是我們在開盤前, - LINE的等級會員, - 他會拿到另外一份的一個所謂傳真稿, - 看清楚, - 我們裡面寫些什麼文章, - 為什麼今天9點22分, - 往上拉起來, - 它反而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點, - 因為很簡單, - 我說啊, - 分線如果開高走低, - 收破9487, - 則會有一個回撤的力量, - 為什麼要回撤的力量, - 因為周買權最大未平常在9500, - 而且時間它是個標標準準的不友善, - Unfriendly, - 因為今天的條例在哪裡, - 不是跟一般人一模一樣, - 每天空最高買最低, - 我告訴各位也過了, - 所有軟體設計都是一模一樣, - 上下震盪盤整, - 往上突破的時候, - 在最低的低點會有買進, - 所以說你根本買不到, - 上下震盪跌破的時候, - 都已經跌了七八十點, - 才會有放空需要, - 很抱歉, - 你也絕對空不到啊, - 那為什麼今天在9點22分, - 我們要去執行動作, -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 - 來自於時間的不友善, - 而且分線收破9487點, - 有沒有很容易, - 那你看我節目看了這麼樣的久, - 不管包括不友善的時間, - 不管包括9487, - 你到現在, - 不要告訴我, - 還不會算啊, - 靠山三島, - 靠頭顧老師, - 你應該會動搖國本, - 不要說我沒有去跟大家預告, - 所以說, - 因為2月份還有很多長假, - 所以說想辦法, - 趕快把我們的課程給帶回去, - 那當然如果你想更深層, - 你說老師啊, - 可是我不想等到11點鐘, - 我才知道主力心態,沒有關係, - 你都可以藉由一個team view, - 或是你盤中不要等到收盤, - 盤中直接來我們公司, - 預約看軟體, - 可是, - 李小姐, - 你已經來過四天了, - 你就不用再來了, - 預約看我們的軟體, - 讓你了解主力作手, - 當時最即時的方向, - 因為我說過了, - 現階段, - 台灣啦, - 股票也都是一模一樣, - 就像剛剛志玉所提到的, - 哇,1590的, - 一個所謂雅德, - 我請問各位, - 不管包括6166的林華, - 他的邏輯都是一模一樣, - 你要懂得去計算主力心態, - 你當懶得算沒有關係, - 你可以直接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 因為我們的課程裡面, - 再跟大家報告, - 基本上有關於空間, - 有關於時間, - 所謂空間就是每天預測明天的多空防守價, - 還有包括明天大盤的時間, - 幾點到幾點到幾點到幾點是多方時間空方時間, - 這個還算簡單, - 可是牽涉到主力心態, - 我還是很抱歉跟大家報告, - 會花你很長的一個時間, - 你要計算一檔6166的林華, - 他可能要花你四五個小時, - 我跟你講真的, - 我們的課程裡面有簡單的, - 有比較複雜的, - 可是沒有蠻的部分, - 你只需要用到計算機裡面的一個所謂加減乘除, - 那我請問各位, - 為什麼能挑到林華, - 為什麼林華在一個月能大漲將近有30%, - 為什麼240塊買進雅德, - 到今天已經漲到275塊錢, - 他是有他的一個邏輯, - 就來自於主力心態, - 這東西你真的都需要, - 懂得如何去做一個所謂計算, - 那我說過了, - 今天全市場, - 除了你的家人之外, - 我沒有包括你的親朋好友, - 除了你的家人之外, - 沒有一個老師, - 沒有任何一個人, - 比我更渴望你成功, - 為什麼? - 因為我知道, - 你們都不是當生的人, - 老師啊, - 你不要再說到布施啊, - 好不好? - 我都輸到沒錢啊, - 都沒幫人打冬, - 怎麼可以拆架啦? - 都沒辦法拆架, - 怎麼可以打冬? - 我講坦白的, - 那是你的一個所謂問題, - 那是你的專業度不夠, - 你今天來市場上, - 你不是拿20萬耶, - 你不是拿5萬耶, - 你的200萬去哪裡了? - 你的500萬去哪裡了? - 你的1000萬去哪裡了? - 你的1000萬去哪裡了? - 你知道你可以協助多少需要被幫助的人嗎? - 就像我一直很自豪告訴你, - 基本上如果說以我的一個所謂功力, - 我在家裡自己做穿內褲, - 有多多樂樂當左右付法, - 我根本完全不用出來泡肉肉麵, - 可是我一直覺得啦, - 以我個人不斷布施的力量, - 它是不夠的, - 它沒有辦法完成我們今天去協助那一些需要被幫助人, - 快速累積他們的一個成果, - 累積他們的潛能, - 去幫助這個國家, - 幫助這個社會, - 這是為什麼我要出來最主要的原因啊? - 那麼我們布施的一個所謂總金額, - 老早就已經超過了150萬, - 這禮拜因為時間比較不夠, - 你稍微看一下, - 我們就念後面幾個, - 包括北港朝天宮, - 羅惠夫, - 蘆岩基金會, - 還有動物救援小組, - 台灣野望營長, - 還有包括創世基金會, - 癌症希望, - 再從北港朝天宮, - 我們往上延伸到, - 家福基金會線上捐款紀錄, - 我們這個會員總共已經捐了9600塊, - 再從家福基金會到散慕基金會, - 再從散慕基金會, - 我們延伸到財團法人, - 持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 再從持懷社會福利基金會, - 我們又往下延伸到癌症希望, - 那這邊, - 真的, - 感謝你們, - 也感謝謝文恩, - 讓青春開黃本來第一天, - 我們雙贏, - 謝謝你們的一個貢獻, - 因為台灣有你們, - 真的, - 因為台灣有你們, - 到處充滿了機會, - 到處充滿了一個亮點, - 那當然還是老話一句, - 你也可以成為這個正向循環的一份子, - 重點就在於說, - 你有沒有得到一個所謂事前預告, - 事後你有沒有得到一個所謂晚點, - 完整驗證, - 所以預告驗證, - 預告驗證很重要, - 如果你認同我的操作理念, - 全方位360, - 差一天差很多, - 借改變黃嫻, - 播通聽完再說, - 玩家群, -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 稍微忙回來, -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 據全球視野的操盤團隊, - 才能駕育股海, - 財富浪潮, - 華信投顧, - 真心照顧, - 速波領航專線, - 0 2 2 3 9 2 3 9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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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写之前的 dominion, - 離圖中聯絡, - 說筒輕功能浪潮, - 買銀土水定粉, - 雖字有的人, - 開胃後, - 也沒人, - 獲得 money. - 買金鉤 Knut, - 產銀土皮 yours定粉, - 出基金 Question D, - 賜物貼買這 Dublin北, - 打過CTN, - bombs手 але你要聘Т名, - 慢慢想好, 我撐 鄉撐 劍 撐 126 全台上映 好 歡迎回來 這文哥 大盤 大盤的話基本上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邊應該還要再正正正正正 然後剛剛治瑜在想說 一副 Open High 這治瑜過了一年有進步 United Nation 聯合國 聯合會放空 就是時間不友善 Unfriendly 所以說明天如果衝高 還是會再回來 那空方防守價先看9442 因為時間叫做unfriendly 明天我們會再一次做驗證 可是如果殺到一個所謂多方防守價 你不要亂砍 你會砍在一個所謂地板 93XX到底是怎麼樣差 很簡單 麻煩你自己懂得如何去計算 那如果算不出來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我們的一個所謂操盤手札 或是你直接去下載我們的一個所謂軟體 在電腦版的右半邊 他很清楚跟你預告明天的多空防守價 手機板在正下方都會很清楚給大家一個所謂解答 那同樣的 那麼基本上你們可能問我說下老師 現在股票到底要買哪一支 那我給大家一個建議好了 這一個除舊步心 它不是只適用在農曆封關 這個除舊步心 它是用在無時無刻 你要懂得去無存心 你等同於要把那些月線綠燈的股票 你要把它掃掉 保留月線紅燈的股票 那月線紅燈股票就不用我再講了 不管包括中紅 不管包括環球金 之前跟大家所做的報告 只有一直到工業4.0的一個股票 不管包括6188的廣民 乃至於2049上銀 再到6166的林華 再從林華到1590的雅德 而且我們的操作 它是有它的一個所謂邏輯的 我們懂得藉由一個所謂訊息 盤前的訊息 在這一些工業4.0的股票 採取一個所謂連續加碼契機 那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我敢連續加碼 那為什麼你永遠股票上面 永遠只是賺小賠大 因為很簡單 你沒有主力心態 你根本不知道 人家主力作手的一個方向 就像你看這張股票 2049上銀 當心態空的時候 它一口氣可以跌了100多塊錢 就當心態由空轉多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利用任何一次的 一個回檔站在一個所謂買方 所以說我們會賺的比較多 絕對不是像 你們在股票上面操作 好像感覺到跑龍套 所謂跑龍套 今天鋼鐵股掌 你也要有鋼鐵 縮話股掌 你也要有縮話 然後呢 IC設計掌 你也有IC設計 那你認為你亂槍打鳥賺的比較多 還是我們一槍斃命 賺的比較快 答案已經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的一個所謂明瞭 我們要這6166鋼鐵股 他的一個主力心態 就是因為主力心態多 鋼鐵股能拉出三支的漲停板 那剛剛呢 資宇也說呢 叫錯名字那沒有關係嘛 我這個人齁 全投顧能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連多空防守價 你想想看喔 240塊錢 我們買進1590的雅德 就從240 漲到277.5 總共漲了37塊錢 這時候我可以跟一般投顧老師一模一樣 跟七爺八爺一模一樣 買10張賺37萬 買100張賺370萬 那種就是無能的老師 那種節目就不要看了 你懂我意思吧 287.9 老師 沒有在久的啦 拍謝啦 這是電腦算出來的 287.9 是他明天的空防防守價 你千萬不要追 不然你會追在天花板 那同樣268.5 他是他明天的多號防守價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開牌沒有跳空跌破 往下回測 這又是另外一次上車機會 股票不用遮 多空防守價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預告 全方位360 差一天差很多 改天廣告時間 撥通電話叫做 晚安小群 好 非常謝謝文哥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未來實踐部 我們明天見